妈妈 我要喝饮料 给 自己煮的酸梅汤 我想喝再次的 那我教你用面包做 啊 面包还能做饮料 你走不太快了 嗯 没事 可以 对 两个手一起 对 是吧 这些都切完是吧 对 跟刚才一样两个手一起拿着的 对 哎 好像切的有点太迷了 没关系 就吃一块 嗯 妈妈 下一步是干啥 我们把面包烤干 烤干 把里面的水分全都烤干 掉了也 没事 把它烤焦了就行了 好焦 有焦香味 面包好香 嗯 真的看看就好想吃 有人干活了真好 稍微焦一点有焦香味 不已经有香味了吗 但还不够 做出来颜色深的话 就是它得要有点焦黄 但是不能糊了 糊了就BBQ了 是的 只要不糊了就行 那种焦香味就出来了 也可以用烤箱烤 差不多这种颜色就可以了 好嘞 烤箱烤 开火 把水煮开 里头倒些白糖 为了发酵用 灌火 好 温度差不多了 撒点酵母 还可以放点葡萄干 蓝莓干 或者是酸奶 增加点风味 好了继续发酵 好 OK了等着吧 这有泡 已经发酵了 刚才咕嘟咕嘟冒的泡 这会看不见了 我过累一下 装瓶子里吧 好吧 我来吧 别撒了 翻车了 还行 你煮的是有电话生的水是吧 对啊 扭上盖发酵 这个是浑浊的那个发酵液 把它放到瓶里沉淀 把面包渣沉到底下 把上面轻的灌到小瓶里 再继续发酵 这是昨天妈妈口香口的 脆脆的特别好吃 烤箱是 烤箱是180度烤20分钟就行了 还可以烤得更焦黄一些 这个是为了吃的 要是做格瓦斯的话 再焦黄一点 把它上色 就这两瓶子 是的 两瓶子格瓦斯 昨天灌到小瓶里了 底下还有一点沉淀 灌到小瓶里 你摸 瓶子硬不硬 牛 牛 好吧 我们先打开一个尝尝 血气 好大的气 这是什么味儿吧 我不知道尝尝 拿面包弄的呀 肯定是面包味 不是 你先撑 我不敢 你确定要把底下有点搅了 有气泡 快看 有一大堆气泡 看到了吗 自制的气水 自制小气水 我下来啊 没想到自制的格瓦斯 竟然是这个点子 味道好浓郁呀 你快尝快尝 真的啊 嗯 好皮 跟咱们买的那个差不多吗 让爸爸尝尝 全都是面包味 气很多 然后味很浓 有点 比那个加浓的 特浓的那种格瓦斯味 味儿还重 我觉得我们可以下次多兑点水 确实 有点特别浓 我们口气喝完了 好喝呀 我们实现格瓦斯自由了 就是味道跟普通格瓦斯不一样 更浓 比它更浓 我们下次多兑点水 它就能再淡一点 哦 嗯 我喝完再倒 我想吃 我把你一口吃喝完了 颜色好漂亮呀 要不然你站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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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雅惊喜的表情 你看 关注一毫米足迹 跟我们去旅行吧